好,現在繼續開會 現在請許舒華委員發言 麻煩主席有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在這個連假之前呢 也非常感謝你特別到了南投去了一趟 然後針對於這個春遊的部分 還有包括我們如何在春假期間 如何做一個舒散去做一個說明 那我覺得從這一次的這個連假看起來 我們整個高速公路的舒散 還是相當的有幫助的 我覺得這一點就成如您之前提到的 我們提早了一個禮拜的做相關的分流等等的 這些看起來是有效果的 這點我還是給予肯定 也希望我們再繼續的再努力去做 但是呢相對的我們現在來看 還是有一些觀光的景點 周邊的這些道路啊 他還是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那這個當然就必須要跟 再請我們中央跟地方政府 他們的這個線道還有觀光景點周邊的 未來怎麼樣透過連假 還有一般假日怎麼樣去做到更好 這點我覺得還是希望 這個部長這邊繼續來努力 因為畢竟這個對於 尤其是對我們南投來講 他很多平衡的發展 整個他才會有更好的一個幫助 那我現在要來就這個延續這個問題 就是國道3號呢 這個上次我們上次去的時候 我們縣長也有跟你提到 民間交流到我們在連假的第三天 我們就有部分的一個封閉嘛 是用只能下不能上這樣的一個策略來實施 那因為呢這個當然是為了春節的疏散 有些的管制措施是必須的 但是呢我現在要特別提這個就是說 部長您了解南投縣的交通的狀況 對我們來講高速公路它不是民眾求方便 它不是求方便的問題 而是有時候是我們必須要走的路 這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當我們現在因為基本上 我們的南投縣的周邊的相關的這些的交通 不是那麼的方便的時候 如果又碰到管制 就會變成對我們當地的民眾 會非常多的一個不方便 那所以呢我想在這裡要請那個部長這邊 就是我們這個禮拜一我們不是有做了一個 我們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的一個條例的 審查嘛 那裡面有一個附帶結議就是要求我們交通部 要依據鐵路法第十條的規定 要訂定全國鐵路網建構發展的上位計畫 所以在這個計畫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請部長呢 也把南投縣的部分呢 我們在這個不管是鐵路的 上次有講過鐵路部分 包括交通的部分 也能夠一併把它做一個考量 然後去進行一些可行性的評估 來這點請部長 鐵道的部分 尤其是高鐵台鐵跟像一些支線的轉乘接駁 或者是未來整個跟觀光鐵道的發展 這個唯有指示我們部裡要跨單位 就有關前站的計畫在做修改 希望能夠過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 因為高速公路其實尤其是國道六號 其實它很多是書寫地方 其實是必經之路啦 那我們為了有說主幹線的暢通會去管控閘道 因為避免毀堵或者是會塞 可是這個車流的大數據啊 我也請同仁要檢視 你不能犧牲地方的上下高速公路的權利啊 來成就只是南北 或者是快速的一個經過的這些車輛 那所以委員的那個指示啊 我有請同仁喔 建立在這幾次的車流的大數據 做檢視 那像這一次也提早就取消了 包括就是高承載或其他的路段 那我們盡量縮小對地方的影響 這一點我們會來檢討 好 謝謝齁 就是所以我才想說如果可以的話 藉由這次的有一個更大的一個計畫要提出來的話 把南投的各種的條件也把它考量進去齁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藍投的你也很了解 我在這邊不再多說 就是特別再請部長多關心一下齁 那回到我們今天大家前面幾位委員也提到 就是不用馬這事情呢 因為前兩天北檢這邊有提出了一個說明嘛 然後包括這邊日商公司也有承認他們有些的疏失齁 那現在我們部裡面這邊的看法是說 我們會向日商公司也跟包括這個認證的第三方 都會提出球場嘛 那當然就說這個其實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這方我們自己本身也有相對的責任去驗收嘛 那我們並沒有做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現在去做這些球場工作 這個是事後的做一個彌補 那接下來未來我們對於日後的採購的話 我們台鐵隊日後的採購我們會 我們應該怎麼樣更嚴謹的去做齁 不要讓這些事情再發生 是 當然採購 有一些像在我想東部幹線的一些列車齁 事後大家檢討 普悠馬列車是不是適合在那一種 就是傾斜或者是彎道比較大的地方 事實上它的就是 雖然車輛增加並沒有增加錯位等等 那這些這是在成績列車 還有其他的採購上 應該我們都有建立在過去的這些經驗 不管是好的或壞的經驗 在車輛採購上一定是要適合當地的一個路段跟乘車的需要 就是說因為這事情發生之後呢 我們才看到原來我們有那麼多我們中間的一個漏洞 不管是我們交車的也好 第三方也好 我們自己在這一方我們驗收 它其實好幾個環節我們都沒有確實是執行 但是很遺憾的我們是透過這種事情的發生 我們才來做檢討 所以這個事情不再發生 除了未來我們自己的嚴謹度要夠之外 如何讓我們在未來的新的採購案上面 也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個真的要請部長要多幫民眾要多用心 那因為部長您上任之後 也重啟了這個行政責任的調查 也擴大了整個的加重的一個懲罰 但是呢我覺得目前台鐵的路線的養護人力 確實是非常嚴重的不足 那尤其我們我們的這個倒班的邊縮 然後我們的班次也一直不斷的在增加 那這個確實呢就會造成我們在修剪上面 很多時間上的不足 人力增加然後修剪時間又減短 所以它常常會造成人員跟車輛很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這件事情之後我們真的希望台鐵跟部長 這邊好好的重新來做一個完整的檢討 那我想 我跟委員補充一下 行政院的這個所謂台鐵總體檢 列出144項 那這個要檢討 然後有33項比較重大急迫要先處理的 那我也是有建議就這些項目 其實要持續推動台鐵改革啊 要有一個推動小組的機制 不然的話這次體檢之後後續問題又留著 沒錯 那部長你們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上個月台鐵松山車站 有一個旅客他有吃刀 有一個非常驚險的 那當然後來是有一個我們的這個民眾 非常非常見義勇為 然後他用他的背包 把這個這個這個就危險份子 先把他擊倒之後呢 然後大家再協助 那所以我有看到這個新聞這邊 我們好像同事有講說 未來呢我們不排除員工在 在新進員工訓練的時候呢 我們也把這個增加他的防身術啊 勤納術要把它列入我們這個學習的課程 這個是真的是要我們未來 在防範的措施裡面的一環嗎 其實SOP喔 這一次我們的台鐵的同仁啊 都有按照標準作為程序在操作 那標準他平常有演練 從第一時間通報列車長 到現場就是能夠隔離 那個嫌犯跟旅客 然後到這個路人啊 當然這是他是乘客啦 他是正義哥啊 他很關心 然後他可能也受過一點訓練 對 所以協助我們的台鐵 還有我們的鐵路警察局的同仁啊 能夠制服這個歹徒 所以我也加以表揚 也慰問 因為我們台鐵的同仁啊 事實上也有一些受傷的情況 那我們也呼籲就是說 那我的重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認為說 那我們人員他有很多面對突發的情況 他隨時要有更加的一個警覺心 但畢竟新進的人員進來的時候 如果看到我們的SOP流程是這樣 不包含這些相關的訓練 那可能跟他進來會有些的落差 如果我們真的要做的話 就不要變成說 我們最後像雙駕駛啊 紅背心這些表面的事情 真的要做的話 我們重新把我們的流程也檢視一下 增加我們同仁的警覺性 跟我們民眾的提醒 當然這是好事 但至少跟我們整個的相關準則 最好是一致的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 我同意 其實我回應一下委員的質詢 其實台鐵很多規定 但有沒有落實 包括剛剛講的這一些驗收 竟然會就是 沒有辦法把ATP完全遠端 監控這個連線 這個不可思議 因為先前在大理事故的時候 就是這個原因 才去採購這個ATP系統 或者包括現在就是有關於這種 就是如果有一些嫌犯 在可能的犯罪 在鐵路 我們管轄的範圍內 那怎麼樣去真正落實那個操作 這個都需要平常的演練 那這個方面的組織文化 說實在我們必須要做很大的改革啦 要到位 要能夠落實 好 我聽部長這麼說 知道您是有一定的一個想法跟決心的 也夠了解 那我們就期許部長在這方面 能夠真的落實去執行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